最近如果没来过大东北 似乎都赶不上潮流了 沈阳是体验东北热情代客之道的门户 从北京过来尤其方便 两个多小时高铁直达 两座城市的故宫也是渊源颇深 如果你再有一些酒店情怀 这个故事就更有趣了 长安街上是北京东方军域 青年大街上是沈阳军域 这两条街又恰好是各自 划分南北和东西的中轴线 一番构想 于是就有了这趟双城交辉 灵感相细的月游之旅 正好凯月天地会员提前预定客房 可想月会冬季礼遇 为旅途更添获得感 沈阳军域酒店直通熟悉的万象城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为出行的便捷性锦上添花 酒店将一层作为迎宾楼层 挑高很足 艺术雕塑的点缀很诙谐 旁侧配置一间甜品屋 讲堂 空中大堂则进入到标准的军域模式 一张长幅牡丹 写异地毯似乎在等主角等台唱戏 那主角就藏在这两幅巨幅的 木制叠雕画卷上 君王狩猎图 月宴迎台图 他更像是提醒你 一定要去沈阳故宫看看 鉴于清代的沈阳故宫 与明朝建造的北京故宫 共同构成了中国现存的两大宫殿建筑群 他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沈阳故宫 作为明清两代满洲皇帝的第一宫殿 建筑风格和北京故宫在相似中 又掺杂了更多的满族色彩 翻开历史 沈阳故宫就像是大清入关前 满洲皇帝对汉文化的学习和致敬 但他显然也保留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比如你走入后宫之前 居然要先登高 但不是望远 而是警戒和自卫 比如你会发现 孝庄当年偏安侧室 赢了天下的人生 居然输给了爱情 比如当年 他们居然把宗教 婚姻 甚至烧火做饭 都放在一个房子里 逛完故宫 还可以去西塔体验朝鲜族特色烤肉 这样的东北之行 一天已经很充实了 在沈阳 你如果不想过桥的时候堵车 可以选择直接从结冰的河面上步行而过 当然我并不建议你这么干 祝军月的一大好处就在于 即使你玩累了不想出去 宅酒店也有丰富的餐饮选择 军月在餐饮的积累 在东北同样得以体现 东北菜餐厅新凤天 凤天就是沈阳的旧称 你能在这里吃到 从东方军月诞生 在凯月系餐饮 已经成为几代招牌的果木烤鸭 更能吃到 许多东北的代表性菜式的衍生 和高端化版本 正好与在街头的餐饮相互补充 这体验不是更完善了吗 北方的体验 不似南方的曲折婉转 更讲一个直接 大气 周正 就拿酒店客房的格局来说 我这次来沈阳军月 方正 规矩 而且层高惊人 只在百件间 有意无意呼应着 曾经黄成根的雍容 酒店当年打造 显然是花了预算和心思 细节到连客位 都在一整块 寒玉石纹路的大理石中 开模并镶嵌 劳芬的定制维誉 从整体到细节 都反映出这家军月队 品质的要求之高 如果你是资深酒店爱好者 会发现 沈阳军月是在军月体系中 成前起后的典型作品 再对比在北京的旅行 当你住在初代旗舰 北京东方军月大酒店时 从行政酒廊就能眺望故宫 酒店经历一轮大规模翻新后 保留且升级了经典的绿洲俱乐部 客房面积普遍增大 内装则更加的活泼 年轻化 前后关联的旅行中 更能激发你对军月酒店的喜爱 和对故宫 这一皇家宫殿建筑群的 更深层理解 其实酒店也好 文化也好 旅行也好 出发 终究是为了快乐而来 而沈阳 融合着历史与今天 作为东北旅游的门户之地 显然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与道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